这和我们看那种 蛊惑仔似的 英雄本色似的黑帮电影 完全不一样 它没有那种令你 这个热血沸腾的 那种兄弟一起 处理这个东西 冷军 冷静 机智 非常接地气 所以你看起来 它反英雄 但是你琢磨琢磨 这个情节合情合理 它是非常现实 非常接地气的 那么当然 杜琪磨处理 这些人物的时候 他为了把人物 做得很负调 他有一个特征 这是跟绝大多数 黑帮导演都不一样 就是很多的黑帮电影 一开始的时候 人物形象设立 就是固定的 好人就是好人 坏人就坏人 杜琪磨不这么处理 他从来不给这个人物 预设好人坏人 好人坏人怎么体现的呢 随着环境 这好人当遇到 生存的压力的时候 也可能窝不坐 这坏人在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 也可能变成一个好人 变得很善良 所以杜琪磨处理人物呢 是把它放在环境当中 随着情节的发展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 人性的善与恶 不断地在汇发 不断地闪现出 和你印象当中 不一致的东西 这是杜琪磨处理人物 和其他导演完全不一样的 你像在他的片子里头 少有脸谱化的好人和坏人 你要我举几个例子吧 你比方说那个 我前面说的黑社会 里头任达华演的阿乐 做了很多坏事 可是他在他儿子面前 他绝对是个好父亲 他儿子误入歧途了 进了一个帮派了 他劝他儿子 别加入那帮派 我们泡马帮太子最凶的 跟了飞银哥之后 保证没欺负你们 还能泡神妞 好玩得很 不跟不是自己人 小心被人打 又会的红包 你们带来没有 带来了 带你 带你回家 我泡马帮的 先进 到处找他孩子 冒着危险 结果也是 在找自己孩子路程当中 被手下给暗杀了 临死前还告诉孩子 你回来别包来 这时候就是一个 好父亲的现象 别吓得他 带他回家 你再由我们看 这个枪火里头 那为什么有黑社会 追杀这老大 这老大请武枪手保护他 最后幕后主使呢 是这个黑帮里的 一个老大叔叔辈的 一个前辈 是他要害自己 同帮派的人